現在繼續來看這個相當驚險的現場 是發生在十八號的晚上 在破豬七破豬家的客廳發生獨自的議員 有面穿在客廳聽到發救名的聲音 關鍵通報加議官秀峰隊 秀峰英文關到現場救援 發現有一名入住已經放進客流當中 他攬到一隻木材發救人 秀峰英文是關鍵派出所救準 陣翁手救 順利將這名入住 請求到滑鼻 幸好他意識得很清楚 也沒有免許多傷 使用他善意來做進一步的餐廳 他先給他溫定 另外是由另外一個方向來派出 訴求準庭在水上來救救 做完合力順利將入省來救救救火 嘉義縣消防局接獲蒲子市老人會館 後方蒲子溪發生逆水案件 立即派遣人稱前往 抵達後發現一名女性患者 連約45歲載服務於水面上求救 消防人員立即出動 收救船艇下水救援 並順利將該名女性搶救上案 傷者意識清楚無明顯外傷 由本局救護車送往長庚醫院 由於立頭已經是露山 合格在即時來關口 訴求準庭也順利來救援 傷者意識清楚無明顯外傷 也改善意治療 細心事務創民動 報出七彩虹不得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慢遊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